那今天我們有一個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我們要把全國的三級警戒延長到 6月14號 我們今天總共有 我們新增了281例本土 那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歸的個案 那加上2個境外移入 總共是544例 那另外我們新增了6例死亡的個案 那今天我們有一個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我們要把全國的三級警戒延長到 6月14號 延長到6月14號 那因應要延長這個三級警戒 那教育部對於學生的相關的一個停課 不停學的措施有一些跟大家來說明 那針對因應疫情三級警戒在延續這部分 那麼考量到所有全國學生以及 老師的這些防疫上的安全以及也降低 整個對疫情的衝擊 所以我們會將全國各級學校 含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改為 居家線上學習的時間 延長到6月14號 那這期間有關兒童照顧中心以及補習班 也要請學生停止前往在家學習 這個時間也同步延長到6月14號 在延長 居家學習的這個時間 家裡面有12歲以下的學童或身心障礙的 子女 父母親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那在這部分 也要特別請我們相關企業 雇主 能夠盡量的來支持 如果高中以下的學生 這段時間沒有辦法在家裡照顧 或是在家裡學習的部分 我們學校還有幼稚園 也都仍然會提供學生到校學習 照顧以及用餐 那麼對於居家在家學習的這些 弱勢家庭的孩子的用餐 我們也會透過弱勢的 這個處理的機制 持續的來供餐 往下的這個時間 也正好是 學校在舉行 這個斷考 或畢業考 那麼尤其也在辦理 畢業典禮 那麼在這部分 高中以下的學校幼兒園 我們全面停止辦理 這個畢業典禮 或如果要辦也一定要採取 線上轉播的方式 以減少 群聚造成疫情上面的風險 另外有關 國小六年級 國中九年級 高中三年級 的 畢業考 那麼請各校可以採取多元方式 來進行相關的 評量 來做這方面的因應 另外在國中教育會考的補考的部分 之前 也做了一個宣布補考是在 6月5號到6號 那麼這個時間會持續的來辦理 因為這一次參加 補考的學生整個經過盤整後總共186位 那另外是在大陸的 這些台商子弟的學生441位 那麼這部分 也會採取最高規格的 方式 來進行考試以維持到維護到 每一位學生的就學權益 那有關接續高中 後續的相關入學的分發作業 也會照這樣的一個 取程 來持續的辦理 另外我想這段時間對於線上教學 的方面 透過同步視訊 非同步的一錄影片 線上學習資源 另外 我們也透過徵用公式三台 另外台式也繼續的來加入 那麼各項的這些軟體 也特別謝謝 我們有非常多的民間的教育平臺 比如像精力教育平臺 Pagamo 或是學習吧 等等的這些都是充分的發揮了很多的 資源 那麼後續在教育部所建置的這個英才網 也會持續來擴充未來兩週的 課程單元 那也同時又邀請 我們台達店的文教基金會有一個台達 電話店的摩克斯課程 這部分也包含了很多普高跟 技高的課程也會同時來加入我們這樣的 一個 網站 如果在演技教學這方面 也可以透過這個社群得到最多的協助跟 支持 那下個月 那下個月 這整個COVID-19 當然他都是分批到貨 因為都有一些相關期限的問題 那6月我們預計會有200萬 會進來 那到了8月底 應該有1000萬劑 那我們也希望各個這些供應的廠商 能夠 以這樣的一個時程 造源的時程 那能夠持續的來供應 那也在呼籲COVID-19的平台 也不要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而干擾了我們 進貨的一個時程 這疫苗我們有這樣的 一個預定的進貨量 那但是也容我就是說 不要講出 不要再去做個別廠牌的一個陳述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疫苗裡面 各個單位都受到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我們只是希望 這些相關的這些時程能夠不要改變 所以我也特別呼籲就是說 能夠進貨如期 有關於這1000萬劑裡面 有沒有喊國 國產疫苗 有 當然我們要 也必須要 了解說 在WHA 他並不是就只有就是 公理正義就能夠行 這裡面還有選舉票數的問題 那整體在一個票數裡面 我們認為 它是一個分配不公 那容易 被操作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 但是呢 在這次的WHA 我認為 理念相近的國家 也盡力的來發聲 他們力量雖然大 可是票數不足 為什麼要延長 大家看到 我們只能說 以現在這樣的一個趨勢 大家看到幾個圖 他事實上就是說 沒有急劇的惡化 沒有急劇的惡化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在目前沒有 這升級的打算 那但是以現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病例數 那還有我們在整個的一個 從他的一個採檢 就是說採檢的速度夠不夠快 那以目前看起來 在各地的 這些相關的一個陽性率仍然是高 那看起來發病日 距離我們的採檢 或是我們報告出來的時間仍長 所以這裡面 當然會有這種 所謂的隱藏的病例 還沒有被發掘 出來的可能 那隱藏的病例 當然就會帶著一個 家戶內的一個傳染 那加上有可能在外界的一個接觸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已經進到三級 那從這段時間的觀察 各種人流的管制 那措施是見效的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隱憂 那當然就不可能 在5月18號 就來解除三級 那會把這段時間所潛藏的病例 沒有辦法繼續的控制 而造成更大的疫情 那另外專家當然也強烈的建議 在這個社區的管理 這部分不能夠放鬆 所以就以這樣子的繼續延長到6月14號